魏凤和说 刚刚胜利召开的中共二十大 破坏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中国将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当前 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正确选择和前途所在 各国要团结 不要分裂 要公道 不要霸道 要开放 不要封闭 要互利 不要自立 共同塑造和维护兼顾各方诉求 符合各方利益的区域秩序 魏凤和表示 中国始终之力于为世界增加稳定性提供正能量 中国的和平发展必将为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新机遇 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国军队是和平之师 愿同各国军队一道 继续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中国不济于他国利益 但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意志坚如磐石 中国军队有信心 有能力战胜一切来犯之敌 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稳中有忧 各国防务部门应维护东盟中心地位 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坚持聚焦务实合作 携手铸牢地区安全屏障 会议讨论通过了东盟防长扩大会关于增强团结合作 共建和谐安全的联合宣言 会议期间 魏凤河分别会见 美国 越南 老挝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韩国等国国防部长和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 就加强两军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